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 阿弥陀佛 请大家合掌 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 即开经济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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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净土大经科诸 请诸位同修先开注解 八百四十四页 八百四十四页 请看第四页 如舍利佛称慧于习 南陀淫欲于习 碧灵且婆戳慢于习 这是一小段 这三位大德 可以说都是佛门 很有修行功夫的智者 他们都是佛的长髓弟子 都挣得阿罗汉果 虽然挣得四果 但是他们还有习气 像射利佛 他有什么习气呢 称慧 这是什么事情呢 有一天他跟世尊站在一起 在阳光底下 这个时候就飞过来一只鸟 它就停在阿南尊者 那个身影的地上 因为人站在阳光底下 不是有那个影子吗 他就在那个阿南尊 不是 是射利佛尊者的影子 那边 但是那只鸟 在这个射利佛尊者的身影之下 就感觉到不安 总是有点惊恐的样子 后来这只鸟怎么样 它就飞离 射利佛这个影子 就飞到佛的影子下面 当他一待在那个佛的身影下面 就觉得特别快乐 很开心 这个时候 射利佛就请教世尊 为什么 他在我的影子下面 这么样的惊慌 怎么在灵的身影之下 这么样的喜悦呢 我也没有任何的 伤害他的举动 佛就说了 因为你无始节以来 还有那个称慧的习气 就导致他在你的影子底下 有害怕的这个念头 你看这个真不容易了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典故 那第二个呢 是说佛的弟弟 佛还有一个弟弟嘛 他们两兄弟 他的弟弟叫南陀 他每一次讲经的时候 他就会先看吕众 悟生看了这儿就想 那如果到了末法时期怎么办 是不是 末法时期都不得不看吕众 而且我们现在这个现场听众 目前只有吕众 那如果不看吕众 吕众只能够看自己了 看画面的自己了 那么他有这样一个习气证 第三个呢 是毕临且婆戳 这也是阿鲁汉 他以前呢 五百世都是在婆罗门里面 我们讲这是地位很高 这是最高的 因为他地位显客 所以常常会吆喝人家 指使人家 他要常常渡那个恒河 去脱波 或者是弘法 要经过这个恒河 但是他也不会游泳 他也没有划船 他怎么办呢 他走到河边了 就对那个河神就说 那个经文是称他为 婢女 奴婢的婢 婢女 婢女就是我们现在 所讲的丫鬟 就说 小婢 把河水支住 我要过河 因为他是阿罗汉嘛 河神知道 所以赶紧的就把这个河水 就停一下 然后就请他过去 可是经常这样子来 每一道河边 就这样子指使他 而且称呼人家 也不是很尊重 毕竟人家也是河神嘛 他叫人家 婢女 小婢 搞了这个河神 有一天就很生气 跑到佛那边去告状 佛就把这个 他的弟子就叫过来 要向这个河神道歉 没想到他怎么样呢 他说 小婢啊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看他还是叫人家什么呢 还是叫他小婢 所以佛就说嘛 当时这个与会的听众 都笑起来了 佛就讲了 你看他不是故意的 要怎么贬低的 他是过去身中 那个习气带来的 诸位同修 我们有没有习气 有啊 所以我们跟人家打交道 要能够怎么样 要能够忍得住啊 诸位同修 这是经上所讲的三个典故 都是很有启发性 好 下面再打个比喻 譬如 人被锁 出托时 行有不便 关于这点呢 您可以问那些 坐过牢的人 有些那些重刑犯 假如说 把他这个手铐脚铁 解开 他可以走路了 但是他总感觉到怎么样呢 还是不太要利索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 于习 下面念老就讲了 献极乐大师 无负于习 极乐世界的菩萨呢 他们就有能力啊 用圆满的智慧 把他无始节以来 所有的烦恼习气 通通都 断除干净 那这是表什么呢 后面就有解释 表 能行至佛之行出 做到的前面这一点 他才达到佛的境界 所以我们现在还不是佛 名字上我们是佛 从理上讲是佛 但是事实上上呢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烦恼习气 所以我们这个用功啊 可以讲一天都不能够间断 一时一刻都不敢呢 停止念佛 下面是《无量寿经》 《卫义本》所讲的 古卫义 为彼土诸大师 究竟一切菩萨所行 具足成就 无量功德也 在极乐世界很特殊 纵然是刚刚才到极乐世界的菩萨们 他们在佛力的加持之下 居然他的智慧德能 各个方面呢 看起来跟佛呢都差不多 其实他们自己本身呢 还有很多烦恼习气都没断掉 但是因为有阿弥陀佛的帮助呢 他们能力大幅度的提高 他的本身 是在讲堂里面听佛讲经 没有离开 那化身呢 无量无边 他可以到十方诸佛刹土 所谓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诸佛同修 您想不想有这种能力啊 尤其是在家人 是不是 不用说 无量的化身 能够有十个化身 多好 下了课了回家 已经有您的化身 帮您把午餐都准备好了 吃完饭之后啊 他还帮您洗碗 擦桌子 扫地 倒垃圾 所有的家务活 包了 出门了 他还帮您开车 其实您如果真的可以分身的话 都不用开车了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菩萨 他们能力啊 这么样的不可思议 我们再看第四段 以佛所行 七觉圣道 修行无言 照真答俗 这里就讲到啊 他们是怎么样成就道业的 很值得我们大家来效仿 首先就讲到七觉 这个七觉呢 全称叫七觉知 也叫做七觉分 或者叫七菩提分 那个菩提就是觉物的意思 那什么叫觉呢 下面讲了 它有觉了与觉茶之一 了就是明了 茶呢 是观茶 觉法分为七种 所以叫它做知 也叫做分 七种之名为念慧 这个慧呢 又叫做择法 第三个是精精 另外还有清安 喜定行舍 择总共呢 叫做七觉知 第一个 择法 觉知 以智慧 简 则 法 之真 位 这个注解里面呢 它 有个地方印错了 注解上面写的是 是以简则 以简则智慧 法之真位 那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 以智慧 简则 法之真位 大家看到了吗 再念一遍了 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以智慧 简则 法之真位 这才是对的 所以出版呢 它有印错了 我们把它更正一下 这个 择法 觉知 很重要 何以见得 如果没有智慧啊 我们就谈不上 有这种能力了 有了智慧呢 我们对于 世书世间 一切法的真位 就清清楚楚 看人呢 不会看错 看事情呢 也不会分析错误 所以啊 现在人可以说是有聪明 但是呢 没有智慧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贬低大家 也不是我们瞧不起大家 不是那个意思 其实我们自己就这个样子 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智慧 古人说得好 我们的心不够定 说得比较通俗一点 不够稳重啊 毛毛躁躁的 心浮气躁 所以修行 总原则 总纲领 三个字 戒 定 慧 神学 真正定下来了 他看外面的这些现象呢 就越来越清楚 所以当年呢 张家大师第一天呢 接见师父 你看他们师徒二人在一起讲话 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两个小时 真正所说的话多不多 并不多 可是给师父留下的印象 到现在 他还是记忆犹新 其实大师那个做法是什么用意啊 就是把我们那个浮躁的 妄动的心 把它压下去 定到一定程度呢 再讲开始 我们就能够记得住 印象就会很深刻 所以佛门呢 教学 他完全是以开智慧为第一目标 真的智慧一开 您处理任何事情 绝对不会有一点点差误 第二个觉知 叫精进觉知 以勇猛之心 以勇猛之心 理学行 行真法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现在初学人呢 应该要好好学习的 所以我们现在修学净土法们 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把五大科目 学好 做好 第一个就是今夜三府 第二个呢 是六合进 第三个是三学 接定会三学 第四个是六度 第五个是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的确确 我们想想 从小到大 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能够光中要助 能够成为呢 国家的洞鸟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我们的师父 我们的老师 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期望呢 实际上我们的佛 最大的期望就是 我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 民情建行 大仇大物 都能够成佛 谁能够把这个净土五大科目 都做到了 谁这辈子就能够往生到西方净土 古人呢 我们看他这个 往生的记载 像这个净土圣贤录 或者是善男子传 善女人传 那么近代呢 有这个随文录 近代往生随文录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这些书籍里面 就记录了很多 出家在家的高僧高士 他们念佛走得很好 他为什么成功率那么大 那么高呢 因为人家从小 就把那个德行的根基炸好了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 三岁看八世 七岁看终生 所以我们从小呢 能够在这个 孝替忠性 离义廉耻 仍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呢 真真实实去奉行 那以后再去学校 亲近老师 成就会非常的迅速 所以世间法 初世间法呢 都重视根本教育 根本教育是什么呢 校养父母 奉事师长 父母对于儿女期望很大 那老师对于学生 这个愿望呢 也是很大 真正的好老师 他是希望他的学生 将来能够超过他 能够比他还要殊胜 可是学生遇到老师 这个要看缘分 所谓可遇不可求 那相对来说 老师要找一个传法的弟子 您觉得如何呢 难 是不是 更难 大家也没想过 这个中文 你看我们中国吧 中国禅宗 这个历史 从达摩祖师 辛辛苦苦 来到中国弘法 到第五代 都是什么 单传 等于说 一个老师 只传了一个学生 这个时间跨越蛮大的 从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老师要找一个得意的门生 那难度更大 那什么样的学生 是老师最想遇到的呢 就是他有深厚的善根 深厚的福德因缘 他德行很扎实 同时呢 理解力 记忆力 各个方面都很强 最重要的一点 他肯做 老师 老师遇到这样的学生呢 那一定是把他当作宝啊 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所以文书服务上呢 照顾这个 善才通子 那真的是 全心全力 第三个是 喜觉知 心得善法 即生欢喜 这个是讲到我们自受用了 大家看论语啊 一开头就讲到了 这孔老夫子自己说嘛 学而实习之 不亦越乎 这是我们佛家所说的 法习充满 真的 您能够奉行三规五戒十善 就能够得到快乐 为什么快乐 我们说的很现实一点吧 宁肯奉行三规一 把他做到 就有三十六位护法神 保护您 再加上做到五戒 又有二十五位护戒神 保佑您 几个 六十一 再加上您念佛 要求成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呢 又派二十五个大菩萨 日夜的帮助您 成就您 六十一加上二十五 八十六个 你看到您周边 上上下下 里里外外 里三层外三层 八十六位 大菩萨护法神 围绕着您 您说您心情好不好 一定是顶呱呱 对不对 最好的 所以学佛 开心 欢喜 真一学 就是这样的效果 第四 清安 绝之 断除 身心 粗重 使身心 轻力 安适 什么叫身心 粗重 那个粗重的意思呢 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叫做压力 我们看到现代人呢 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呢 特别沉重 很 很普遍的 包括我们这个澳洲也是这样子 很多家庭 夫妻两个 辛辛苦苦 赚了这个钱 结果很大一部分 他那个钱 供养谁 供养这个房贷公司 他付贷款 甚至他买的车子 以前呢 我们在美国时候 觉得很好笑 美国人呢 他 他又不是买不起那个电视机 也不是买不起冰箱 他怎么样呢 他租 他租电视 租冰箱 我们就说 这才几百块钱 你就 一张支票不就付给他了吗 怎么还要每个月 付几块钱 租金呢 他就说 哎呀 你不知道啊 我每个月才给他几块钱 我还有另外几百块钱 可以拿点花吗 你看这个西方人呢 跟东方人那个观点呢 很大的不同 东方人呢 尤其中国古人呢 老 这些老祖宗 他们做法是什么呢 不喜欢负债的 一有那个贷款呢 就怎么样呢 好像一种强大的压力 所以啊 我们刚刚到美国嘛 蛮羡慕这些美国人的 哎呀 房子好大 还开这么漂亮的车子 还开跑车 后来跟他混熟了嘛 像我们那个同事啊 当地的菲律宾人 日本人呢 我们跟他关系比较熟了 然后有一天就问他 你车子多少钱买的 他说这个车子原价多少万 但是呢 我每个月只付五百块钱 我们就说 什么叫每个月付五百块 他说我是贷款的 他有车贷 故事人就说 你都已经工作这么久 怎么没有一次把钱付清呢 他说 哎呀 你不知道 我还有房贷 还有什么贷 所以我不能够一次 把那个车子 那几万块钱 全部都付给对方 原来这些富翁啊 不是真正的富翁 他是什么富翁啊 负债的翁 不是富有的富 不像我们呢 虽然没什么钱 但是呢 没压力 那不晓得以后的人生活怎么样 这可能是我们知道的事情 那还有很多事情 我们都不晓得 所以现在众生呢 真的是身心不安 第五个呢 是念觉知 常明记定辉 而不忘 使之君等 这个常就说不间断 明就是说明明白白 记是讲他记性好 我们修行呢 贵在定会均等 如果定多会少 他就容易产生了昏尘 我们常说提不起精神 昏昏欲碎 倘若他会多定少 就会产生调局的现象 什么叫调局啊 就好像以前的人嘛 这个井水 他不是打那个井水吗 放下去 把它再提起来 所谓的七上八下 就叫做调局 所以修行呢 想要功夫得利 一定要做到啊 这个身心调和 我们刚刚开始学佛呢 一般都会有 这个昏尘 或者是调局的现象 这个七觉知啊 就是帮助我们大家 克服 这两大类的 有了这个调局 有了这个念觉知的功夫 我们才会有第六个 定觉知 什么叫定觉知呢 使心 助于一静 而不散乱 就静中来说 那这个定觉知就很好修了 大家说是不是 这佛门常说嘛 至心一出 无事不办 我们现在把这个心 住在一静 那个静就是静界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老老实实 认认真真的 念这一句 弥陀名号 所以念佛功夫 您能够快速成就 关键就看到 那个夹杂的东西 是不是越来越少 所以有时候 一些同修问我们问题 他说我到别人的道场 去参加共修 他们呢 就希望 一开头要念这一个 然后再念另外一个 最后再念这一个 而我平常呢 就是念阿弥陀佛 那我该怎么办呢 甚至于他还问了 我们在佛堂里面绕佛 到底是先卖左脚 还是先卖右脚 这个倒是我们没有 想到过这个问题 这个嘛 您只要跟大家脚不一样 就好了嘛 是不是 还先卖左脚 先卖右脚 好像无量寿经 没有这样子说 无量寿经 只是讲经形嘛 是不是 您可以找一个佛堂 绕圆圈 或者是执行 都可以 那不是 你跟这个同修 就建议嘛 既然到了人家道场 我们就横顺 他怎么规定的 您就照他的规矩去做 这样他也高兴 您也欢喜 假如说 您对于他所讲这些规矩啊 觉得好像跟自己原来修的格格不入 怎么办呢 那就不要去了 在家里修不是很好吗 其实人多啊 有人多的好处 那人少呢 有人少的妙处啊 大家有没有看到黄念老 黄念老走之前 有没有跟大家一起打佛七啊 没有 他走之前怎么做 他谁也不见 其实我们从他那个做法 就大概能够猜得出来 他可能知道他半年之后就要走了 所以他是在自己房间里面 也不大嘛 一个小小的房间 就闭关式念佛 每天念佛十四万生 最后呢 很顺利的就走 所以修行呢 跪在砖仪 法门一个 经典一个 佛像一尊 方法一种 道场去一个就好了 千万不要东奔西跑啊 其实我们刚刚开始学佛 也是犯这个毛病 一会儿这个同学说 某个道场啊 很舒适很庄严 走吧 我带你去 就去咯 好奇吗 心又不定 想这个也了解一下 那个也打听一下 其实夏威夷呢 就那么大的一个地方 但是寺院倒是不少 像越南的寺院 华人寺院去的最多 越南寺院 华人的寺院 华人寺院也包括那个密宗的 他们这个道场 还有这个日本的道场 还有美国人道场 不过那些美国人 他们学的也是密宗 我们都去参拜过 那现在呢 我们是尽量把其他的法门 暂时都放下 我们直取净土法门就好 这个叫专仪 第七 行舍觉知 舍诸妄谬 舍一切法 平心忐怀 更不追忆 这一条特别重要 那这个行舍觉知 我们简单用两个字来讲 大家很容易记得住 他说什么呢 就是放下 我们之所以学佛到今天 功夫还不得力 还是忘恋纷飞 毛病出在哪呢 就是我们总认为 外面的世界都是真的 你看世界人 他每天追逐什么东西 最重要的四样东西 这哪个国家人都喜欢 财色名利 放在家了 还要再辛辛苦苦的 想要获得 所以人呢 真的被这个虚妄的东西 牵着鼻子跑 就连现在量子力学家 科学家 也为我们证实 所谓的物质现象 根本就不存在 金钱 地位 等等等等 哪样东西 我们能够控制得住 哪样东西 你能够据为己有 连自己的身体都得不到 更何况是身外之物 之人 之事 所以金刚经里面那句名言呢 我们真的 哪一天心情不好了 应该拿来念一念 为什么说心情不好 看到人家有很多的钱 看到人家住大房子 看人家开的是名车 我们就心里酸溜溜的 这个时候把金刚经老 念一念 你的心就怎么样呢 稍微缓和了 凡所有效 皆是虚妄 哪样是真的 你要这样子想 哎呀 现在只要有一辆车子 它能够转得动就好了 是不是 想当年 我们到美国时候 开那个三千块钱 美金的二手车 也挺高兴的吧 也带着家人 常常在夏威夷环岛来 妈妈特别高兴 周末的时候 我们一家人 就带上那个吃的喝的 然后带上那个席子 带上一个小冰箱 那个不是叫什么 那个放冰块的 那个叫什么东西 大家知道那个东西 一个大箱子 放冰块 然后把那个什么汽水 什么的放到那个箱子里面 放到车子后座 一边开车子 一边聊天 然后放音乐 然后一边吃吃喝喝 也挺高兴的嘛 所以人呢 要能够知足啊 人不知足啊 天上的天王 把他的车子送下来给您开 您还不知足 当然天人是不用开车的 他是飞行的 所以啊 我们人呢 真的应该要去跟佛学习 你看佛 他什么都能够舍 什么都能够放得下 他所得到的东西呢 往往超过一般人 其实我们呢 最疏忽的一样东西 是什么呢 就是健康 但是我们现在看了一个什么现象 现在很多人不懂得 让他这个身体啊 维持平衡 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 吃不会吃 穿着也不太注意 睡眠呢 也不正常 所以做家长呢 他挺操心的 那佛的身体 真的是最棒的 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呢 人家是注重修清净心 因为他的心清净到极处 所以他可以做到 三十岁成佛之后 每天都能够 晚上是树下一宿 他的一宿啊 不是躺下来 他是怎么样 他坐着 还有一点呢 大家可要知道 佛白天做什么事情呢 讲经 坐下来 坐下来那是在 要么在旷野 要么在树林里面 佛就跟大家讲 所以他至少每天要讲 八个小时以上 您要知道 这个印度可是很热的 在房间里面都很热 那更何况是室外 太阳这样子 晒这个佛的身体 佛怎么样呢 他也不会中暑 我们行不行 打把阳伞都受不了 所以佛那个身体好 晴天 他不怕太阳晒 雨天 不怕雨林 而且他那个衣服就是三衣 简简单单的 所以我们真的要从内心里面 把自己那些条条框框 要把它逐步放下 所以这里教我们大家一句话 要能够舍一切法 平心 坦怀 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 净土法就很好做了 你就 你就一心念佛就好了 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还有第三句话 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不要怎么样呢 更不追忆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看到一些老人家 他就有这样一个现象 他喜欢怎么样呢 很喜欢跟年轻人 诉说 我当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喜欢跟年轻人 这样子 回忆他的往事 其实他在想一遍 又是怎么呢 又造一次业 当然了 好的经验 好的智慧 跟年轻人分享 这个很好 教嘛 那如果是 讲一些 无关紧要的事情 那个就很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呢 不要追忆过去 也不要去想未来 对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也不要放在心上 有空 多念佛号 我们接着再看在底下 日本郡地老法师 在《无量寿经》 《会书》里面解释这个七绝分 他说的是七绝之 第一个 责法绝分 智慧观诸法实 那个恩惠的惠 在古代跟智慧的惠相通 智慧观诸法实 善能简别 关于这个真味 我们看到现前 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什么呢 居然有人呢 其实这个现象 在古代就已经有了 那么现在呢 就更多 什么情形呢 就是有人 他胆子蛮大的 他自己编造佛经出来 他自己写那个假的佛经 流通出来 其实这个做法是 罪过很大的 因为这个经不是佛说的 他有自己的目的嘛 写这个假的佛经 我们怎么样评判 这部经到底是真经 还是假的呢 我们对照这个大肠经 目录 再把这个经文呢 对照一下 您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佛经里面 有这样一部经 如果没有呢 我们就不要去学它 第二个 精进绝分 精进修诸道法实 善能绝了 不谬行于无意之苦恨 常情形在真法中 顾明经经 这一点呢 也是我们要注意的 有一些人呢 他这个修行呢 其实也蛮勤快的 但是他这个方法不太对 理念错误 像我们知道 在印度 他们有一些修行人呢 其实功夫也相当不错 他就看到什么 他看到有一头牛死了之后呢 他的神是离开他的身体 就升天了 或者看到某一只鸡啊 往生之后 他的神是呢 离开他的身体 也升天了 那这个修行人就怎么想啊 为什么这个牛以后升天呢 那他死之前他做什么呢 他就观察这个牛 他就学那个牛 他怎么学 从现在开始起 他不吃饭了 他吃什么 他也吃草 吃草 他也帮人家的耕田 帮人家做这个农活 请问 按照牛这个做法 能不能够将来 以后他也升天呢 他就不知道 那个牛为什么可以升天 因为他前世 有修过上品十三 四无量心 甚至还修禅定 所以他这一生的夜报报尽呢 畜生到这个报 报完了 他就可以到天上去 所以我们现在修学佛法 真的是要靠善知识的指点 假如说我们 眼前没有遇到好老师 自己 来学习经典 那是很容易怎么样 走偏 走歪 况且我们的那个根性呢 有没有像昏灵大师 那么样的高深 所以呢 跟老师学 你看古人的有一个规矩 叫什么呢 叫五年十戒 关于这点呢 以前我们学习 阿南问师父 及胸襟的时候 印象就特别深刻 大家仔细观察 会能大事 他虽然没有用五年的时间 可是他那个八个月时间 他老不老实 很老实 特别老实 从哪里看得出 他很老实 他来到寺院八个月 寺院里面的状况 他都不清楚 他只知道疗房 跟那个厨房 他平常就去这两个地方 其他地方他都没去过 从这就可以看得出 他心很定 没有胡思乱想 那你像我们 如果您从外地搬来图文吧 不用说八个月 两个月 你把图文吧的景点 你都全部逛过一遍 是不是 我们能 这个聪明呢 其实蛮务视的 要修什么 要修定 要修专一 那好老师呢 一般只是劝 我们作为弟子呢 要能够听得进去 肯照做 你就不会吃那个亏 下面再说这个 第三个 喜绝分 若心得法喜 善能绝了慈禧 不依颠倒之法 而生欢喜 助真法喜 顾名喜 他这里呢 特别讲到啊 什么叫喜 所以 初学的人 他一开头 要遇到真正的名师 你看阿难问师父 吉兄金就讲得很好 从名师受戒 专信不犯 精进奉献 好老师 最大的期望 就是代代 都有传人 所以慧人大师 很了不起来 他底下有几个 传法的人呢 四十二个 明星见星的 那孔老夫子 三千弟子 多少个传人呢 七十二贤 我们有多少个传人呢 一个人都不愿意跟我们学 这就证明我们的 我们自己也都得不到法喜 怎么能够跟人家分享法喜 所以孔老夫子 他自己开悟了 他才能够帮助别人开悟 那释迦牟的佛 就更不用说了 人家是初世间法的圣人 所以世间的圣人 都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效果 那更何况是 诸佛如来 所以把这个七绝分 每一个部分 我们细细去体会 也就知道哪些该做 哪些不可以做 第四个叫除绝分 它也叫做清安绝分 若断除诸见烦恼之时 善能绝了 除诸虚畏 不损真正善根 顾名除 所以这个除呢 就是清安 这样实在话 这个境界相当高 那我们修行呢 贵债要断烦恼 这里就说到 要断那个建烦恼 建烦恼有几种啊 八十八品建货 那把它分类呢 可以分为五种 身建边建 建取建 借取建 斜建 小圣出国 就把这五种建货 放下 所以他就有能力 看外面的事情 比我们六大众生呢 就更加的清楚 细致 判断事情 真的是离不开这个顶会 那我们这一生呢 是要往生到西方净土 清净最好的老师 阿弥陀佛 如何能够去得了呢 弥陀经上有一句名言 不可以少善根付得因缘 那既然是不可以少善根付得因缘 换一句话说就是什么 一定要多善根 多付得多因缘 这个善根呢 有世间善根 不贪不撑不吃 还有初世间的善根 就是勇猛精进 所以当年呢 地贤老儿上的徒弟之一 锅漏匠老法师 就很了不起 朱同修 您有没有想过 假如是您 是那个人 您能不能够做到 在那个破旧的寺院里面 待上三年时间 你看那个寺院里面 就他一个人 是不是 那个寺院的门都是破的 他想什么出去溜达一下 有没有人谁知道 没有 可是他就什么 他就能把自己管得住 我们行不行呢 恐怕念上个几天佛 闲得无聊 就这里逛逛 那里也去喵一喵 心就散乱掉了 他老人家就能够做到 老实听话真干 一心念 南无阿弥陀佛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继续念 他为什么能够成功呢 就四个园来说 清音园 是我们自心呢 本具阿弥陀佛 他这个机会好 增上园 遇到了他的 儿时的同伴 地老 教他这个方法 清音园 跟所缘 都是属于自己 所以我们自己 修学 真的一定要牢牢抓住 这一个法门 这个经典 跟随老师 真的不要太多 一个就好了 所以地老这个徒弟 他真的是 很虔诚 对他老师 非常尊重 没有意见 可是我们在看 地老还有另外一个徒弟 当然他徒弟很多了 另外一个徒弟 是学什么法门呢 喜欢参禅 那地老是学天台的 学教的 那他喜欢参禅 就满他的院 就把他送到 当时中国最有名的 一座寺院 好像是金山寺吧 他也很了不起来 几年的时间 居然就升到首座 首座就是排名第二 上面就是方丈 但是后来就怎么样呢 名利一线前 就把持不住 这个时候 他的冤亲债主就附体 搞得最后 也自己要跳河自杀了 所以这两个徒弟 地老在讲开示的时候 常常引用 就告诉我们 在现前末法时期 我们修学最稳当 最有效 最简单 最容易的方法 是什么呢 这是老老实实念佛 所谓这一个绝分 我们真的不能够忽略 那么第五 舍绝分 这个舍就是 潜行舍 舍 那方方面面 就太多了 有内心的烦恼 还有呢 外在你所有的 这些明文立养等等 底下再给我们说明 若舍所见念主之境时 这个念主啊 就是心上灵 奠记 牵挂的 比如说在家人好了 他如果对他住的房子 放不下 那这个就是他障碍 那如果是出家的法师 他来到道场里面 他对道场放不下 那也是他的麻烦 所以呢 任何修行人 都要随时随地 修一个什么呢 舍 还有啊 他连那个舍的念头 也把它舍掉 那就非常干净了 你看六度里面 第一条 就是叫我们大家舍嘛 那个布施 就是舍的意思 布施又分为三种 财布施 法布施 无谓布施 想当年释迦牟的佛 悄悄离开王宫 他下定决心 要出家的时候 他就跟那个随从 就说了 你现在把这个马牵回去 把我这个身上穿的衣服呢 也带回去 跟父王的报告一下 我要出家了 你看他在身上穿的华服 这些阴落 都能够放得下 还有我们世人一般 最难放下的亲情 他也放得下 他的妻子 他的儿子 也都能够放得下 但是以后的成就 一直到现在 再往后面去 九千年 一万两千年 度化了多少人 不光是人 因为他一个人 而得到真实之力 那其他的天 畜生 阿修罗 等等 都受到他的感化 这是很好的一个榜样 那么我们自己心里面呢 对于外面种种的现象 都一定要铭记一点 它全都是梦幻象 第六个 是定绝分 若发诸禅定之时 善能绝了 诸禅虚假 不生 见爱妄想 视为定 这个定呢 梵语叫做三命 三命 或者叫三摩定 其实大家修禅定呢 会有种种的现象 产生 你看世界的禅定呢 也蛮吸引人的 种类呢 蛮多的 挺复杂的 所谓的四禅八定 那么功夫越高呢 定功越深呢 它那个环境 就越发的殊胜 所以 色界天的环境 超过玉界天 无色界天的环境呢 又远远超过 色界天 我们先不要说色界天 就举佛门的一个 真实的例子吧 大家听说过 天青菩萨 他们三兄弟 无助菩萨 世子觉菩萨 他们都是要求生 哪里啊 都帅天的环 第一个是谁 去了呢 世子觉 其他两个兄弟 很高兴 然后呢 特别还 跟他说 你上去之后 赶快下来 给我们报信 好 我马上下来 结果他走了之后 怎么样呢 遥无音信 不要跑哪去了 过了段时间呢 那个 无助菩萨 修成功了 这时候天青菩萨 是千叮临 万祖父 跟那个无助菩萨 就说呢 你上去之后 找一找啊 那个天青 跑哪去了 这么一点消息 都没有 结果 这个无助菩萨 什么时候才回到地面呢 三点 他真的是到了 多数天内渊 那这个天青菩萨就说了 我不是跟你说好了吗 上去之后赶快下来 你怎么等了三年 他说 我真的是 上去之后 马上就下来了 我只是在天上 听了弥勒菩萨 一段开示而已 我很快就来了 但是因为天上 跟人间有时差嘛 因为他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四百点 所以他那么短短的 我们也不知道 多长时间了 那短短一段时间 在人间的 就一下子过了三年 好了 反正都已经下来吧 那 世子觉得 哎呀 不要提了 那他呢 他也到了兜率天 可是他只到了哪里呢 因为兜率天比较特别 他是凡圣同居图 他是在兜率天的外院 弥勒菩萨是在内院 他是圣人住的地方 可是这个世子觉得 他到了兜率天外院 他要进内院的 这个途中 就看到什么呢 我们常说嘛 这个五一六成 明文力养现前 才是明力现前 他就迷茫了 贪拙了 大家想一想 光是御界天 就会让人家动心 那更何况是什么 色界天 所以阿难尊者 为什么也叫做阿难 因为佛呢 把他带到天上去 他不贪恋天上的快乐 把他带到龙宫里面 那个繁华的环境 他也不贪恋 所以他叫做阿难 其实大家虽然点头 还是没有真正体会到 阿难那个功夫 为什么呢 如果把您带到天上去 您也入不动 如果把您带到龙宫去 吃那个龙王 供给您那个饭菜 您也不动心 那是真正有定力 阿难尊者确确确实是 能够做到这一点 好 再看第七 念绝分 若修出事到时 善能绝疗 常使定会均平 的的确确呢 我们修行 假如说定跟会 不能够做到均等 就很容易出问题 所以 昏尘跟调局 是我们修行的两大障碍 若心沉默 当念用则法 精进 喜等三绝分 查起 所以一旦我们这个心沉默 什么意思呢 就是提不起精神 也就是昏尘 听着听着就怎么样了 他就入定了 他眼睛就闭起来了 其实有些同修也蛮了不起的 他虽然坐在那里听 他虽然没有打呼 但是他还是坐在那里坚持 听 每天都来 所以以前呢 我们在那个居士林 新加坡居士林念佛堂 跟大家一起念佛的时候 就跟师父上人反应 就看到 一纸巾坐下的时候呢 有一些居士呢 坐着坐着 没多久 就东倒西歪 怎么办呢 师父就说 没关系 很正常 他其实很了不起来 他睡觉都是选择在佛堂睡觉的 那还有时候呢 我们看到 那么大的一个讲堂 五楼嘛 讲堂 几百个座位 那还是有些同修呢 听经的时候 还是会昏沉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昏沉 昏沉怎么克制呢 就站起来 你就站在后面嘛 就不要挡住人家 站在后面 站一下 然后再坐下来 这样子 比较好 还有一个办法 就比较特别的 就那个指甲掐一下自己的手 疼啊 当然不要掐出血出来就好了 就稍微刺激一下自己 就是想方法要对着他 还有一个情况 这是相对的 若心浮动时 当恋用除舌定等三绝分舍 这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忘恋太多了 浮躁 调剧嘛 那怎么办呢 就要用这个除 用舌 用钉 这三个绝分呢 来克制他 古念觉藏在两营之间 这个营呢 就是听堂前面的 那个直直的柱子 两个柱子 就是代表那个什么 昏沉或者是吊去 所以七绝之 可以帮助我们大家 克制调幅 昏沉 跟这个调局的现象 调念宗师 事为念 让我们做到这个定会均等 这个人呢 就容易呢 进步快速 这个叫做念 此七通明绝分 能道菩提一分故 这个七绝分呢 跟菩提到 完全相应 能够使我们将来啊 放下所有的烦恼 去入到如来的境界 再看这个八圣道 圣道者 指八圣道 一名八正道 为 一 正见 二 正思为 三 正与 四 正业 五 正命 六 正精精 七 正念 八 正定 彌陀书超约 一 正见者 杂及云 若觉知时 所得真觉 以慧安立 地理分明 无有错 谬 这里 莲池大师 在弥陀经书超里面 引用 这个杂及论 里面的一段开示 为我们解释 什么叫正见 他首先就说 若觉知时 这个觉知 就是我们前面 刚刚学习的 七个觉知 七觉知的第一个 就是 责法 想要把法 选择正确 就必须要靠什么 真实的智慧 正确选择之后 这个 精进 清安 法喜 充满 当然呢 就会一个一个 能够弃入 那么一开头 我们看的这个八正道 他首先讲的是 正见 你看我们 这个 佛门规矩之一 要做到 六合径 六合径 第一条是什么 剑和头剑 那这条 能不容易做到 不容易 说老实话 很不容易 但是很不容易 怎么呢 还是要认真去做 所以我们的 知见 要跟谁 看齐呢 你看佛当年 就讲了一句话 没有 正得阿罗汉 果之前 都不可以 相信自己的意思 我们现在 是不是阿罗汉 四果 连出果 都还不是 二果 三果 四果 那就跟谈不上 所以唯一的一个 可靠的途径 就是要依据经典 依据善知识的 指点 这讲到正见 下面再说 这个正思为 见词里识 这个见呢 就是指的正见 有了正见之后 才谈得上什么 正思为 而这个见呢 就是我们一般 所讲的见解 思呢 就是我们的想法 无漏心相应 这一点太重要了 什么是无漏心呢 那个漏就是烦恼嘛 那无漏心 就是没有烦恼的心 没有烦恼的心 就是我们平常 所讲的真心 我们现在真心呢 没有现前 哪一个人 哪一种人真心 才现前呢 至少是原教出众 菩萨 他们才这个 无漏心现前 思为酬粮 为令增长 入涅盘固 你看 这个标准 相当高了 所以无漏心里面 产生什么呢 无漏志 我们昨天不是学习的吗 无漏灰 大家有没有印象 无漏灰 就是无漏志 所以修道 就是把自己内在 无始节以来 这些漏 这个漏呢 不但包括烦恼 还包括那个习气 通通要把它们呢 清除干净 所以阿罗汉呢 他能把见识烦恼放下 他这个智慧 就比一般人要高一些 他有一切智 可是佛对他还不满意 还希望他以后啊 能够回想向大 发大菩提心 要成佛 第三个呢 是正语 不为心无邪思 这个不为啊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 就是不止 只有的止 不止 不止什么呢 不止是心里面呢 没有邪思弦念 没有偏见而已 还要呢 以无漏志舍口四叶 做四善与故 往往很多人修行 修了一辈子 到最后都不能够成功 毛病出在哪 他有个很大的漏洞 漏洞在哪呢 就这个地方 所以啊 这个说话 一定要很慎重 关于这点呢 我们看世间呢 这个 清朝 陈鸿谋先生 他编转的那个 五种仪归 非常好 真的我们看过之后啊 不得不佩服这个陈老先生 他曾经做过梁广总督 梁广总督 所以这个口意啊 佛门重视 儒家道家 都非常重视 那佛教导我们大家 要做到 不忘于 不两舌 不恶口 不齐 说话不谨慎 将来受了果报 不可思议啊 大家看一下 《安事全书》 一开头就讲到 文昌帝君英智文 大家应该对这篇文章很熟悉 里面就说它 十七世的 那个报应 所以嘴巴呢 一定要把它 守得很紧 你看有一句成语嘛 叫 守口如平安 真的要说话 大家说什么 最好的 阿弥陀佛 再讲第四个 正业 正业是指我们的身体啊 不杀生 不偷盗 不淫欲 以无漏智除身 三种一切邪业 住清净深夜故 能够做到 不杀不到 不淫 当然它就能够得到啊 这个 殊胜的功德力 第五呢 是正命 以无漏智 通处 三业中 五种邪命故 哎呀 如果要讲这个啊 我们在这个时代 说它呢 要很谨慎 要不然呢 说得不好 会得罪很多人 可是这里既然已经讲了 我们就必须要 简单的说一说 因为它很重要 现在请大家看参考资料下册 981页 参考资料下册 981页 大家找五种邪命 五种邪命 有看到了 好 这是大制度论里面呢 所讲的 为 以此五种邪法 用求利阳 而自活命 为比丘者 当身戒之 所以 出家众 对这个 五条呢 也非常重视 第一个是什么 乍献异象 为诸比丘 为佛正教 与世俗人前 乍献奇特之相 令其心生静养 而求利养 视为邪命 这个情况呢 自古以来 可以说都是 都有发生 你看佛门有一句话 怎么说呢 和尚不作怪 居士不来拜 他为什么用这些手段方法呢 不就是这里所讲的吗 他要求名 还要求那个利 这个很不好 第二个 自说功能 为诸比丘 以便口利词 义人扬己 自诚功能 令所见者 心生性静 而求利养 视为邪命 这个情况 我们是还没有遇到 不过师父上人呢 年轻的时候 又碰到这个情况 曾经有一次 到某个寺院去 结果被那个寺院的 老和尚当中 就把师父横横地 给熏了一顿 那么那个老法师 为什么这样做呢 通过压低师父 就抬高他自己 就让他的途中 就看到说 还是我的师父 比那个外面的师父要好 这个做法 其实都不如法 你看古人教我们什么 若要佛法心 唯有生占生 所以当年印宗老法师 知道霍领大师 讲了个话很特别 他就猜到 他可能是无主的传人 看了一波之后 有证据吗 服了 真的是传人了 开悟的人 他就很高兴 给伦大师剃度 就让他献一个出家相了 然后再怎么呢 请他上座 恭恭敬敬地在大宗面前 顶礼伦大师 拜他为师 所以印宗老法师 就没有这五种邪命 他不求名 不求利 不求养 朱同修 印宗老法师是谁 知不知道 你应该猜得出来 至少都是 至少也是菩萨在来的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人 真的是很了不起 你看光是这个视线 就让我们很佩服 第三个 是 瞻相吉凶 为朱比丘 功学艺术 补命相形 讲坛吉凶 而求利扬 视为邪命 这一点呢 大家如果也看过 阿南问是否吉凶金 你就知道了 佛也规定了 出家座 不可以怎么样呢 给人家那个什么 问卦占卜 看相算命 这个情况我们就不细讲了 那细讲就得罪很多人 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学院 法师 没有给大家看名算相 是不是 没有 我们法师只做什么事情 上课 临终念佛 是不是 只做这个事情 第四个呢 是 高升 献威 为朱比丘 大与高升 乍献威 令人 未惊 而求利扬 视为邪命 第五 所所得力 以动人心 为朱比丘 与彼得力 与此称说 与此得力 与彼称说 令人动心 视为邪命 这个第五种现象 也是 有出现 他讲什么呢 就说 这个法师 会在某个居士的面前说 譬如说这是假居士 他在假居士面前就说 乙居士 供养他们这个道场 多少多少钱 多少田地 多少山林 跟这个乙居士说 然后又跟第三个居士就说 假居士 乙居士 给他什么什么供养 说这个话的目的何在呢 就是要别的居士 也发 也发行供养道场 这个都属于什么呢 此地说我讲的 邪命 五种邪命 好 我们把参考资料收起来 继续再看 注解 这个八正道的第六个 是属于正经经 以无漏智 硬情形 精进 驱 涅槃 道故 的的确确 学进土法门 就比较好讲这个 你看我们怎么样 做到情形精进 古大德说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所以我们现在 方向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西方进土 我就是要亲近 阿弥陀佛他老人家 我就是想到达极乐世界 别无目的 那到达极乐世界之后 最终极的目的何在呢 就是要以后 入大班列班 也就是四种土里面的 长极光净土 的的确确 净土法门是 所有洁净当中 最安全 最可靠 最有效 最简单 一个方法 而且时间又不长 最短 多长时间呢 你看唐朝的时候 张善和 他多久 就念佛往生了 十年都不到 站着就走了 拉长一点吧 这个比较通常的 大家看净土生仙路就知道 一般人念佛往生 是三载 三连时间就成功了 还有的人呢 他念佛念了几十年 才往生的 这个 海仙老上 他老人家是 念了九十二年 不过我们要 平心而论的 以他那么老实 那么听话 他那么真干 需不需要九十二年呢 不必 他顶多多少年呢 三年 我们需要多少年呢 我们可能要加一倍 都不止 所以 中上 中下 根性的人呢 一般来说都是 三年到十年时间 三年到十年 其实这个时间也不长 跪在什么呢 跪在 只跟一个老师 只学一个法门 只学 一个门道 决定了 你能够在 极短的时间呢 取得最大的成效 尤其是现在 我们这一个道场 虽然他这个场地不大 这样讲不对啊 这个地方不大 但是我们在别的地方 有买地嘛 对不对 古邦吉啊 什么 威斯布 那个地就大了 其实物生可以预见到 将来啊 我们在古邦吉 会有很大的发展 因为那边以后 我们可以建 宗教大学 可以建 汉学院 可以建 佛学院 都可以建 还可以建一个 弥陀村 为什么建这个 这是为现代老人家 我们要为他们设想 真的我们看到现在 很多老人呢 很可怜 是不是 这个情况啊 世界各地 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我们要发心的 照顾这些老人家 不管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在衣食住行 还有他如果身边 我们也要照顾他们 那么让他呢 看他信仰哪一个宗教 他信仰天主教 我们就给他 安排一个天主教的 一个居住修行环节 如果他信仰这个回教 就让他住在那个 回教的一个区 如果是信仰佛教呢 我们就劝他 听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 净土 让这些老人家 老有所安 所以当年 范仲淹先生 就说得很好嘛 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啊 所以孔老父子 在轮运里面 所讲的那个话 太有道理了 他对于老人 对于幼儿 小孩特别重视 那我们现在还没老 所以还不会感觉到 这个老的急迫性 等到以后 我们到了112岁 可能就 有一点警觉了 那何必要等到那么久呢 是不是 现在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呢 把这个法门牢牢抓住 真的 早一点成就 早一点得到解脱嘛 不需要在这个世界 多受一天苦 我们早点去西方净土 再回来 所谓的道价慈航 您就可以帮助 所有跟你有缘的众生 统统处理苦害 那这个功德就无量无边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学习到这 墨学物圣出席念讲 难免有讲错 以及疏漏之处 如果有任何错误 敬请诸位大德 予以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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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